10月中41檔ETF要除息 哪一檔除之前要買進 0.56、0.929、0.940、0.934 有太多ETF要除息 個人直覺我會選那個 249檔的ETF 10月有41檔要除息 有26檔是股票 15檔是債券要除息 這當中我們幫各位特別挑的是 規模在200億以上 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要擔心 我會不會賺到股息 結果我賠了價差呢 我想今天會告訴大家答案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年財富FeeFeeF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澤澤郭忠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10月中41檔ETF要除息 哪一檔除息錢要買進 0.56、0.929、0.940、0.934 哇懷念以前的這些股票 0.940好嗨喔 好熱喔 現在好像有點冷掉了 冷了啦 可是還是有一群人 就是要看我們這一趴的節目 是 大家看除息錢 什麼時候買ETF 要買這些ETF 10月中就2011檔 其中半的這四檔 這是國民ETF的 高股息ETF的 好不好 00929、00940、0.56 誰沒聽過 都聽過啊 我們請教三位 也是每一個人 誰沒聽過的分析師 每一位都聽過 除了陳彥老師 有聽過嗎 有聽過啦 好 第一位技術派大師 江國中分析師 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哇有太多一天我要除息 關這個標題 我的直覺 個人直覺 我會選那個0056 我待會來看看 我們陳彥老師給我們的標準答案 好 你會選0056 老師個人直覺 看老師直覺蠢不蠢 好不好 江國老師 老師你看學經歷 多驚人多傲人 哇 分析師已經當二三十年了 好不好 每次知道 不要再講我老了 好不好 我這樣跟他講話 很多心有靈心 我講前面他就知道 我講哪一部分 好不好 江國中老師你看 也是福利社我們 很重要的來賓 大家很歡迎他 第二位 哇 也是美女啦 好不好 每次都帥哥也要找美女 惠山老師你好 嗨 那個 現在什麼東西都很貴 所以大家都想要說 我可以賺點股息 然後填補一下生活的一些需要 可是 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要擔心 我會不會賺到股息 結果賠了價差呢 我想今天會告訴大家答案 好 老師也看起來很高貴 是 好不好 會不會賠股息 賺的股息賠價差 好不好 通常不會有這問題 因為遇到辰業老師 當然是人才兩師 第三位 謝辰業古怪叫做你好 老師你看 惠山老師笑了 他對人才兩師這話題他就有興趣 他有興趣 他想要人才兩師 對對對 哎呀 這不行啦 不要亂講不要亂講 千萬不可以 你知道頭顧以前有扒過啊 什麼扒過啊 有分音師 這個可以講嗎 不要講誰就好 好想知道 就是說有人參加會員參加 參加有人說那個分音師 然後也參加會員 然後人才兩師啦 對啊 你懂我意思嗎 有的精彩 這可能要問江江老師 這可能要問江江老師 你幹嘛突然這樣子 好恐怖 你可能要問江江老師啊 我很擔心你把名字講出來 絕對不會講 我還想活著 而且我再沒禮貌好不好 確實是有這個新聞 確定有這個新聞嗎 絕對不會講 真的啊 你不知道這個八卦啦 參加會員參加了以後 算了不要再講下去了 類似新聞出來啦 多了多了多了 多了多了真的 這個沒禮貌 來來來來 不好意思 這個沒有指任何人 這個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你看你看 好像話語 真的耶 一模一樣 好好玩咧 不覺得嗎 幼稚嗎 只有他自己覺得好玩 我們想要趕快把這個 節目預告跟大家講一下 好來 禮拜三解盤還是有了 對 但禮拜四這個雙十會有個大胃王挑戰賽 對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現在不劇透了 對啊 我不會跟大家講我有參加 聽說你要吃壞兔啦 我不會跟大家講我有參加 對 我們先不要劇透 我也不會跟大家講我是第一名啊 對 這我絕對不會跟大家講 這絕對沒有事 你兩個肚子都比你大的 你會贏他們 欸 你知道你有看過所有大胃王比賽 都是最瘦的那一個拿冠軍耶 我後來發現 好 然後禮拜五我們還是有解盤影片 好不好 提醒大家一下 提醒大家一下 來來來來 好 隨風搖曳啊 你剛才在講那個 那個豆腐喔 我想起來了 你為什麼那麼懷念 那時候有小豆腐有大豆腐 有熱豆腐有冷豆腐有臭豆腐 什麼豆腐啊 940 你還講那時候多熱鬧啊 對不對 好多豆腐可以吃啊 我們好好被人家笑 對 現在都沒有豆腐可以吃啦 這些人氣ETF將會出息啦 來 那因為我們先看一下喔 249檔的ETF喔 10月有41檔要出息 當然就配息 能不能填先息 不曉得 那要再討論 那有26檔是股票 15檔是債券要出息 這當中呢 我們幫各位 特別挑的是 規模在200億以上 因為你規模太小 沒什麼好討論的 我們把200億以上 但是雖然規模在200億以上 但是沒想到 還是有一檔 大家比較不熟悉 就是這一檔00936 大家比較不熟悉 那其他940啊 0056啊 934啊 929 大家應該都有接觸 都有接觸 那基本上 除了0056 有沒有發現 現在基本上 月配是標準配備 標準配備 這當中規模最大 當然江江老師剛才特別講了 0056 有沒有 3210億 但是他還是很硬 還是要 但是你也不要這樣講 他已經改了 齁 要不然你要半年配 然後祭配 一路的去調整 那也許哪一天他受不了 他也會不會變月配 這個很難說 我覺得月配 這個很難說 我覺得 我看說不定還有神奇 蜘蛛館就沒有答應而已 對 但是因為 現階段 暫時這種熱度啊 已經有和緩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沒有 今年沒改就很難 你知道什麼會和緩嗎 對 看00940就好了好不好 對 來 就像你之前講 你入股嘛 對 有人在開 有150萬在等著開戶嗎 對 拉遠 第一天 我們當時間 第一天圈一下 畫一條橫線 4月1號 愚人節 然後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股價 還沒有出過 還是沒有 對不對 那時候也是看到和尚嘛 還是我演的 還是你演到 我還演和尚 你有沒有記得 對不對我還演和尚 我突然發現我們主持好累喔 很累啊 每天講好多梗 然後 對對然後叫我們不要臉蕭微 所以時間把 要珍貴一點 然後又一直講 是誰說的啊 是不是 真討厭 然後提醒別人 然後就自己一直講 這個是有點麻煩 你不要再說自己 好來 來 那我們看一下齁 在這當中啊 實際上這幾檔 我們幫各位比較一下 但不過 如果你要參加除夕的話 記得除夕日 我們幫各位訂出來 你一定要前一天 來除夕日喔 看一下喔 940 喔 10月9號 那10月8號 對不對 但我覺得現在大家對940 興趣缺缺 興趣缺缺 就跟上了年紀 我們看的時候 940已經來不及了啦 沒關係你也不用選擇啦 940這樣他興趣缺缺 真的 真的興趣缺缺 每次都一看一公佈那個除息 那個% 他5% 6% 大家一看 不想講了啦 大家就規模減少一點點 我跟你講剛開始還會罵一下 現在都懶得罵了 埃莫大於心事 連罵的利息都沒有 不過這是賞物的賞物的立場 老師你不要這樣子 你這樣講我們得罪好多人 然後都得罪元大 都得罪這個 什麼人才兩師 什麼分析師 哎呀 這個都得罪 元大反正你也常 跟他熟嘛 我也常得罪 常得罪嘛 這應該還好 他看到你也懶得再講了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 我已經黑了 然後呢 沒有啊 我們0056有打勾啊 打勾啊 也是元大啊 對不對 我們也是特官啊 特官啊 對不對 剛才江江老師也特別挺啊 我們 我們也不會說一面倒 我們就就事論事啊 講好不講那麼久 幾點了 你要比另外那邊 這邊沒有手錶啊 這邊沒有手錶 這邊沒有 要比這一邊啊 這邊沒有帶 難怪比錯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幫 往下走 幫各位 來 就00940 實際上 940你看 0.05 0.05 意思就這樣 說實在的 台灣價值就是0.05 我跟你講 第一次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當那時候0.05出來的時候 買一個便當都不夠 然後 就其實我看到有人在幫他講話說 說 搞不好後面就增加 結果他就說 你要習慣了 我就是0.05 我也不會敢 你看他就是這樣 很應景啊 我也是很佩服他啊 這個叫什麼堅持啊 堅持到後面大家就不討論了嘛 你不要增加嘛 就是這樣 那 填息的天數 因為少 所以填息 三次而已 很怪 那因為 這個現在這個年化是6.2 那填息幾率百分之百 平均天數1.3 不過三次而已啦 對 這個參考 反正你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基本上你也不用思考了 你知道靠那個除填息可不可以買進 可不可以買進來 因為10月9號碼 看我們節目的時候大概10月8號的時候 對 好 來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在講 大家比較不熟的 台詞 永續中小 永續中小 好規模多少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他這個有趣齁 就是 因為00878 你看 229 229 229 2月29號 怎麼那麼離地爛吧 229是 4年過一次生日嗎 是不是這樣嗎 滿幽默的喔 是不是 那規模馬上就換了是不是 好 230那就一輩子沒有過生日啊 對 因為沒有230 好 936 我覺得他取名字有點在搭878 因為他看永續有沒有 對 878不是永續高股息 他就來個永續中小 可是實際上 這個規模衝上來以後 好像也 我覺得普普啦齁 那殖利率你看才5.9 有沒有 這次配才5.9 那 以填息 比00940還差耶 還差還差 那平均填息是1.9天 填息幾率66.6月 更差 來你看一下 過去有幾次是還沒有填息 過兩次耶 老師那很差耶 而且是 說實在的齁 你如果是月配息 你如果我講6% 其實才0.5耶 那0.5你還填不了 這個 這個 欸老師你在講沒錯啊 你這個填息利率 你 如果你沒有填息的話 你要除以12啊 你沒有填息的話 基本上你不能說你填息值利率是5.9啊 對對對 你一填都沒填到啊 對對對 沒填到啊 沒填到就沒有賺到啊 就沒賺到好不好 是不是 好 來來來 就不會人才兩次嗎 對對對 我們要投入這話題嗎 沒有啊 你看江老師笑成這樣子 對對對 江老師我不知道你笑什麼你講出來啊 對對對 他沒有啊 沒有他沒有意思啊 有有些東西真的只能笑不能講 對對對 講的會得罪人 對對對不行千萬不要千萬不要 來 那我們特別認真看一下高股息 因為他是 你過來一點那麼帥氣的臉龐 他是目前高股息 ETF當中歷史最優秀的 對 也經歷過多空循環的 嗯 我覺得他的數據更值得參考 嗯 以佩喜金額來講 我跟你講帥氣的臉龐 他笑耶 他笑耶 我跟慧山老師不知 他笑耶 怎麼樣 我跟你講說你那個帥氣的臉龐 你可以過來一點 他們兩個笑耶 這個這個很正常啊 因為女生就喜歡我啊 不是他們就把他在笑我啊 女生就是喜歡我 你不知道他們 一聽到我就會開心啊 是笑耶 開心啊 就我說你帥氣的臉龐他笑耶 就是開心就是 哎呀帥哥 哇真的開心啊 你問他們會說金城虎最新臉龐他們會笑嗎 不是沒感覺金城虎有什麼樣嗎 對 金城虎算什麼 好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 你講合幾點是不是 對 這個就好笑 冒牌的 冒牌冒牌 來 那你看喔 以目前我們就講季配這一塊來講 因為現在改季配了 配息金額大概落在1到1.07 當然中間有兩次比較低 0.660.73 目前還沒有填息是7月這一次 這一次還沒有填息 因為當時確實是大跌前的高點 所以似乎可以理解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整體的狀況 以整體的狀況來講 平均填息12天 其實如果我們把它 因為一季是三個月嘛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除以三 大概算四天喔 我們跟月配息的 我這個比法是有點不對 但是我是說如果我們用 同樣的基礎來看 欸好像還不錯 那殖利率大概是11.1 填息幾率有80% 因為季配的月配也還差很多 對 因為你月配你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是填的 那個 照正常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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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月配你應該越快填息 對 那你季配 你的比例大一點 你填息的天數多一點 我覺得合理 一年可能才發 那個四次股利 對 一年發12次股利 不一樣 他股利發比較大嗎 對 股利發比較多 那填息幾率也有到80% 所以我覺得以數字來看 目前他算是表現相當不錯 算不錯喔 相當不錯 算不錯 而且他殖利率有11%喔 對 蠻多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做過比較 對 0056是家大 業大 評準金 剩下的評準金 就是有股利 股利最大的 對 他有很多股利喔 他有很多股利 所以說今年你規模減少 0056還是可以發 發個一兩年都沒問題 或者說你這個 以實現的部分 這個資錢累積很多 對 他可以發很多股利 可以發 這是我們福利社講的喔 所以0056至少一年好寬英喔 沒錯沒錯 你看10年合同10年合稀喔 00878然後去年前年贏0056 不是喔 如果你是要今年看的話 0056比較好一點喔 對 這是我們福利社讀獎的喔 好 那下一檔我們看934喔 中信這檔目前是只有配四次喔 所以其實就 樣本來講 其實跟940一樣 其實也還不算多 對 那已經發生了三次 目前是有兩次 是 好填了 那7月一樣嘛 就大跌前的高點 普遍來講應該都是還沒有填息 還沒有填息 那年化值率8.7 平均填息天數兩天 那這個我覺得跟940一樣啊 其實能夠參考的樣本數還不夠多 好我們再看下一檔 下一檔 下一檔是929 929這一檔 其實 剛掛牌一段時間就一直引起討論喔 因為除了說他的配息 很穩定 一直都一樣 然後後來又一直增加 你看喔 從0.1然後變0.13變0.2 可是最近也被網友討論 因為已經習慣一直增加 突然之間 欸你可以不要舔舌頭嗎 為什麼 為什麼我在講話你突然舔舌頭 我想事情 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你這樣誘惑我 我怎麼繼續講下去 你為什麼我的一言一行都看那麼仔細呢 是不是 我去問我被騷擾到了 對 好來 那 不是因為我跟你講我要說 雖然940有點差 可是我一比較起來你看喔 填6、7、8月 至少我 三個月都沒辦法 至少我00 我009 940有填到席 對 他都沒填成功 我覺得這個地方 會不會是因為他一直填不了席 他只好採取另外一種策略 什麼 我調這樣一點點 看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兩件事啦 但是你 你配的少 填席機率就會高一點 對啦 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他調到 降到0.16 兩天填了 老師哥 你這個邏輯很怪啦 老師你不能因為 你不能因為我舌頭 舔出來你就亂講啦 舔席 沒有沒有沒有 我實際上我真的 覺得他們有這個考量 因為你一直不能舔席 有嗎 坦白講 你的配席 就不是實際的 我跟他說跟00940 至少00940你看 雖然他鼓勵也很少 可是他至少每一次都填 至少最近幾次 今年都有舔席 你看 他7月到10月的 7月到9月這三次 都有填到席 那我們再看00929 主要 你看他7月8月都沒填 主要是殖利率 因為殖利率比較高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他殖利率看你多高 多了一倍了 多了快一倍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 你說他們 因為 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 你不要每次為了鼓勵 然後賠了價差 對 你沒有填息更沒意義啊 我坦白講一個 我覺得現在 經理人已經不是很單純的 在想我要配席 他甚至還包含商業策略在裡面 對 我真的想這樣子 我實在是想贏你 對 哇實在是高利 那我不能填息 我要不要調整一下 他變得可以填息 對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點 這樣的味道在裡面 其實都捨本逐墨了啦 對 老師 好 沒問題來 老師如果 接下來息越配越低 那我還要買高股息ETF嗎 當然 其實你問得非常好 好問題 你不要把下次我們單元要做的 跟大家講 真的嗎 沒有 是是是 沒有啦 我覺得我們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們就來 從這一張表來看 絕對 好不好 第一個 現金股力 能夠算出殖利率 但是重點 到底填息機率怎麼樣 所以 假設他的填息機率很低 那基本上 你買所謂的高股息 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所以至少你不能填息機率 我們馬上折住了 936跟 934 填息機率這兩個 相對比較低 比較低 不過因為次數還不夠 我覺得都還有待 衡量啦 940次數最少 你不能因為他填息100%選他 可是他次數才三次 對 沒有經得起考驗啦 三次沒有辦法知道 到底有沒有實力 我們講的都不是 我覺得至少次數要多一點 我們講的都不是他的 內容或禁止或選股好壞 我們純粹就是 從過完的績效表現來告訴你 到底填填息要不要參加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今天 以0056來講 填息的機率能夠在80%以上 會比較好 當然你說記 其實如果你再去看他過去年 其實填息的穩定度也很高 他記還可以填八成算厲害了 對 你看一些月都不至於百分之百 那929也是八成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填息機率很 填息很穩定 還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 我覺得還是可以 可是0056 填息機率高有八成 然後呢 實力率也好 看起來他最好對不對 所以整體 整體數字來看 整體數字來看 所以我們來趕快下一個 結論給大家 00940填息機率100% 可是配息次數太少 我覺得後面你要注意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剛開始的時候 他號稱殖利率是8%以上 到後來 殖利率其實只有在6%左右 一開始廣告的時候 確實有這樣的講法 講法啦 講法 然後呢 近期高股息 實際上有一些所謂 氣息賣壓 我們發現 外資現在常常在高股息 ETF要除息錢把它賣掉 然後所以如果今天 我們也想要這樣操作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等 外資大賣 把這個ETF賣下去的時候 你去承接 當然如果時間點是在除息後 就是如果除息後 又有再跌 我覺得更好 為什麼 因為你反而可以賺到 未來天選息的價差 因為我10塊錢 我如果除錢1塊錢 18嘛變9塊錢 對 可是你9塊錢沒整到10塊錢 你其實賺到10% 根本就沒賺到 其實沒賺到 一定要漲回來 所以那如果我認為會漲回來 我9塊買 也是一個方法 一樣賺到10塊錢 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方法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 帥哥謝謝你 好不好 那佳恩老師我想問一下 你今天有什麼看法 好 下老師 這個結論還是 沒關係老師你可以過去 這個 下來了 好 結論什麼 結論還是 我覺得還是0056比較好 不過剛剛陳妍老師講的 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重聽 說每次ETF拉回的時候 特別是外資狂賣差的時候 我認為都是很好賺價差的機會 好 拉回的時候 反正大便ETF拉回 反正可以買進 惠山老師你好 好 我們剛剛看了 陳妍老師跟我們分析之後 我想大家心裡也都有一個結論 最穩定的還是0056 那當然我們 不只是希望能夠撞到股息 也可以撞到價差 那剛剛也跟大家講了 怎麼樣的時機點 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點 大家可以仔細的去 來去做觀察 好 謝謝老師 什麼時機點嘛 拉回就買 就買 這跟當然儲權習慾 十月松真的不錯 儲權後也可以買 現在940儲權後也不錯 所以這個都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看節目的時候 已經很來不及做決策了 不過至少我們趕快趕在10月中之前 跟大家講這些秘密 因為很多 要不要儲權洗的時候 日洗都是很臨時的公告 好不好 所以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贊助 donate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業配的 也不業配ETF 也不會出貨小型股給大家 所以 按讚旁邊有個超級感謝 一千塊也好 一百元我們都開心 每週六到週五晚間八點散 謝謝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鑽子靠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就是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劉希宇 買這套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家 二月一周瘋狂股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好厲害喔 OK 不然你會好 不然你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常活趨勢毛利盾 Oh I know 看多看空 瞬瞎秋冬 不用擔心 在你左右 壞胸奔 換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信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最最高殺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好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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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光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 薪字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介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補蕩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